一加一等于小可爱 二加二等于小可爱 三加三等于小可爱 四加四 我是超级无敌大可爱 风吹云不散 长久狼相伴 人生那么长 想嫁羊九郎了 从默默无闻到万众瞩目 十余年的磨练成就了最优秀的羊九郎 1989年7月17日 出生于北京市的羊九郎 原名杨浩翔 毕业于北京城市学院 是一位正儿八经的北京小爷 在上学期间就已经是钢丝了 对于听郭德纲相声的感受 就是太可乐了 太享受了 早在2009年风吹演出的时候 他还是跟我们一样 坐在台下听相声的普通观众 然而一年不到就摇身一变 成为了德云社的一员 偶像变师傅 杨九郎也算是我社的高材生了 之所以走入相声这个行业 就是因为对相声上瘾 在学生时代 有一次上课时间 偷偷听郭德纲相声 被老师发现后 生气地没收了他的MP3 并且打击他说 你这么认真听郭德纲说相声 难道将来他会给你发工资 后来杨九郎在舞台上 笑谈了这件糗事 没想到多年以后 老师的话竟然真的应验了 郭德纲也真的给他发工资了 大三那年 九郎看到了德云社 招九字科学员的信息 当时就觉得自己一定得去 考试时还展示了一段 照着张云雷视频学的太平歌词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通过了初试和副试 成功考取了德云社 从此杨浩翔变成了杨九郎 2013年9月4日 正式摆诗 诗歌变搭档 九郎曾经说过 自己崇拜的人除了师父以外 剩下的那个人就是他的角儿张云雷了 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无论是太平歌词 还是各种的小曲小调 都是根据张云雷小时候的录音去学的 没想到几年过后 那个只在录音里听过的诗歌 主动提出想和自己搭档 到如今 这一声角儿 九郎已叫了六年了 业武能力 养九郎是九字科捧根里成长最快的 顾老师好几次在台上夸过他 捧根风格比较出彩 时而沉稳 时而跳脱 深受观众们的喜爱 很多的现挂都让粉丝津津乐道 脑子是比较活络的 翻包袱有自己的特色 绝对的文尊衡 也因为高情商 以及舞台上不断给予观众 惊喜的妙语莲珠 所以大家都称他为一语至圣狼 这也是观众对于他象征功底的肯定 而且戏比天大这句话 在德云社绝不是说说而已 在一次春节前的演出时 养九郎就突然接到父亲 在外地去世的噩耗 九郎大哭一场后 擦干眼泪还是上台了 直到表演完 才赶回去处理父亲的后事 2016年搭档张云雷发生意外时 不确定以后是否还能站起来登台表演 他怕连累养九郎 就劝他换一个搭档 郭德纲也曾想过给他换搭档 但养九郎没有听任何人的话 直言称 我就是给他推轮椅 也绝对不离开 还表态 如果张云雷坐幕后 他也坐幕后 还毅然决然地把微博认证改成了认梗 这一刻的养九郎简直A爆了 追星界扛把子 这位北京小爷还非常喜欢谷安 是妥妥的一枚资深球迷 多次发表与足球相关的言论 结果2019年 谷安邀请了九郎 作为谷安球迷参加活动 不但现场进行拍摄 还拥有了谷安的队服 这简直是梦想实现了的感觉 是多少球迷的终极梦想 九郎还一直很喜欢花儿乐队 多次去看现场看演唱会 用大张伟的歌词发微博 甚至在电视剧中也cue他 在舞台上不止一次唱过花儿乐队的歌 最终的结果 是和花儿乐队中的贝斯手郭阳成为了好友 两人在微博上互动 还有咱媳妇 那个让他脸红了十年的女孩 最终被他娶回家了 如此看来九郎真的是人生赢家 有自己热爱的事业 有幸福美满的婚姻 实在是让人羡慕啊